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包含有这些内容 第二 限制纳眼的摄入 增加含甲食物的摄入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 每天每人摄入的盐量不超过6克 像在我们国家 南方大概是10到12克 北方可能更加高 第三 要保证果缩的水果蔬菜摄入 每天要300到500克果缩的摄入 其中一半是深色的蔬菜 水果要达到200到350克 新鲜水果 而不是果汁 第四 要摄入鱼 由于鱼含有较多的N3脂肪含量 同时又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提供者 每周至少要摄入200克的鱼 第五是豆类 豆类也是优质蛋白的提供者 每天要摄入25克的豆类 相当于豆腐150克或者豆干50克 那么每周还可以吃一些坚果类 大概50到70克每周 第六 要多摄入不饱和的脂肪酸 少摄入饱和脂肪酸 那么红柚比白柚含的脂肪量比较高 那么每天一般不超过75克 红柚的摄入 推荐食用寒 负寒 不饱和脂肪酸的油类 像茶油 橄榄油 玉米油 豆油 葵花纸油等 第七 提倡喝茶 每个月要喝至少50克 也是一两的茶 保证有一两的茶叶 每个月